我們共同為了基隆的很清晰 先生因為工作忙及其他因素 交通違規的罰款1.8萬 這麼一個小事情 應該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妥善處理 結果被行政執行署宜蘭分屬 柯行政執行官等人違法失職 執行過當 導致他們三代賴於生存生活的 會漏水的主措 在很快的情況之下 家裡人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就被偷偷摸摸的查封法拍賣掉了 非常貧困的弱勢家庭 陳先生小時候 父親就因病 那個余醫導致他死亡 所以賠了好像五十萬 他們用血汗錢 那麼就建造了現在的房子 一個寡婦帶著六個孩子 好不容易把拉拔長大 現在還是長期從事資源回縮 同時也常常到廟宇 那麼做志工做一下功德 那麼好不容易把小孩子拉拔長大 也很不幸 其中一個女兒幾年前 這個也因病過世 那麼最慘的就是唯一的這個兒子 那麼長期的在做出工 他也是很慘 他小時候就失信了父親 辛辛苦苦的跟著媽媽這樣打拼生活 那麼長大之後結婚 在他的小孩子三歲一歲的時候 那個太太就跟人家跑了 所以變成擔心家庭 所以長期是屬於一種 實質上的這種低縮入負 那麼媽媽不識字 那麼做大家辛苦的打拼生活 那麼交通違規 我們大家都常常會碰到 那麼想盡辦法去討生活 那麼有些舒適 那麼罰款的這個事情 有1.8萬的還沒有繳 那這個當然要補繳 那你說官方 依法行政我們也贊同 但是不能夠違法失職 不能夠過當 那今天我們來這邊 最主要的是 共同關心這個case 其實長期以來 我們是認為 我們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對於人權 對於自由 對於民主 對於法治 台灣是華人的這個典範 但是官方方面 總之有很多人表現不錯 總是對某些事情處理不好 以這個case為例的話 就是一個很大的案例 我們希望現在的這個政府 執政黨 能夠結合各相關的政黨 共同來推動 台灣的這個正名制限 台灣的司法改造 台灣的這個人權的這個保障 還有對於弱勢的家庭 對於弱勢徒情的一種重視協助 台灣呢 怎麼樣子 大數所言 小數所說 大數所言就是 起碼要進行政治改革 司法改造 那麼小數所言 以這個case為例的話 怎麼樣子來補救 今天我們要兼顧法理情 所以呢 這個遵請許多的這個 學者專家 共同來關心這個議題 那麼最近呢 發現 那個 這個行政執行署 宜蘭分署 跟行政執行官 還有那個書記官 他們在這個 行政執行的這個過程當中 過於草率 我們現在發現好多的這個 新的這個市政 接二連三呢 有新的這個發現 而且也知道 他們實質上是低收入負 那麼相關的事情呢 我就請這些學者專家 特別是法力學方面的學者專家呢 共同來解析 我們共同來拯救 我們共同來關懷 我們要用愛與關懷呢 來對於這個台灣的這個 貧富不均啊 特別是 對於這個工農階級的 對於這個低收入負的 對於這個貧困的 來積極的來關懷他 來協助他 來協助他 那個有罰款呢 該交的 該補繳的 那當然要繳 但是呢 不能夠用大炮打小鳥 不能用牛刀呢 來殺雞 應該呢 要符合這個 比例原則 應該要兼顧法理情 都沒用 來不可動 去發現 對於這次的機器 中央研究宣告 對於那裡 可以從這個機器 跟上機器 好休息